台湾服饰品牌NET董事长黄文珍 关心受灾户特别捐赠购医券 委托花莲县议会民进党团三位议员 转赠给花莲市的红牌围楼受灾户 每户有2000块钱的购医券 而议员们也表示会尽力协助受灾民众各种的救济管道 大楼主委王甄云更期盼各界给予帮忙 让受灾户早日度过难关 台湾服饰品牌NET董事长黄文珍 关心受灾户特别捐赠购医券 委托花莲县议会民进党团三位议员 转赠给天王兴大楼的75户民众 每户有2000块钱的购医券 好我们今天是民进党花莲县议会党团 我们一起来献上爱心 就这次的地震灾情 那现在正在拆除的天王兴大楼 那里面有我们的朋友 那最重要是大家都没办法回去了 那暂时都要去找地方安置 那很多东西都没有拿 家当都没有拿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用党团的名义 然后我们来捐赠给天王兴的住户们 那每一户2000元 那希望大家要去采买一下衣物 一些用品 袜子什么 那些全部都可以买得到 内衣 这些贴身衣物等等 所以又要穿上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暂时的 能够就是去使用它 感受到社会大众的爱心 天王兴大楼管委会主委王振云 除了表示感谢 他也几乎他们需要更多各界的关怀 给予支持和帮忙 我们什么都需要 我们需要短期的慰问金 我们需要短期的物资 那我们更需要的是 灾后重建的那一地 大笔的重建基金 我们真的很希望他们的关怀 跟关爱 不管你是一通电话 或是物资 或是金元 我们都谢谢你 先元胡仁顺和林哲师也强调 会尽力协助灾民 争取更多的关怀和救济 我想我们未来能够持续在 这个所有的善款里面 来做一个监督的角色 那另外在所有的 这个补偿措施里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来替 所有的受灾户 能够争取最大的这个权益 我想这个都是民意代表 应该要来共同努力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边就是呼吁 花莲县政府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 来解除外界的疑虑 那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每一笔的善款都要花在刀口上 实际的帮助到这些灾民 除了天王新大楼 还包括了统帅花莲大楼 以及北宾街倾斜的大楼 民进党团的议员都转正了 来自企业的关怀 记者如雨会花莲市报道